嘴巴咬著氣球 睡著了 駕駛嘴上咬著氣球 車才開到一半 卻突然睡著 不過事發地點 在車水馬龍的大馬路上 這輛白色轎車卻移動也不動 讓後方的用路人真的好困擾 支援警力赶緊到場 疏導交通 因為正值上班尖峰時間 轎車擋在路口 實在很誇張 密線過來了 怎麼回事 不好意思 嘴上不斷喊 不好意思 不過警方立即察覺 有意當場發現 座位上的氣球 原來是這個用途 笑氣而已 可以 這名十九歲的無姓男子 十五號上午七點多 正要開車從桃園去 英哥找朋友 他向警方公稱為了提聲 才會在嘴巴上 叼著笑氣氣球 但就這樣吸到睡著 還把車逆向 停在大馬路上 這邊路上都是因為 你這台車堵住 上下班時間 現在 開車 赫林上車回警局 因為他不但把車堵在路口 還害後面車流嚴重回堵 同時警方還在他的車上 查獲其他違禁品 其實笑氣恐怕會危害 新民因為廝售的純癢特別少 吸鍋量會導致頭暈胸悶胸痛 斜壓下降導致昏迷 如同酒駕上路 警方進一步調查才發現 原來無姓男子從臉書上 找到販售笑氣的管道 幸好這回提前被發現 否則上路昏迷發生撞人意外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繼續有您家的探討要探訪報道 立刻下載 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